前两天阿果按摩的那家店 他说不错 今天又约了我们两个一起 再来做一次 还是笨推荐的那一份 好困啊 希望能按着按着把我按睡着了 阿果刚刚抱怨过我 他说下次不跟我一起学按摩了 因为我按着按着睡着了 我一睡着呢 那个气氛就变得很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就不会给你好好按了 因为就像老师在讲课一样 如果学生都在睡觉 老师就觉得没有人在听讲 那在讲什么呢 所以他说这一次就明显按的不如上一次 上一次他按的就很好 疼痛的地方都得到了缓解 这一次的话是因为我睡着了 这两个按摩室都好像在敷衍 很快就结束了 出发了 带孩子们去游泳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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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多网友朋友看了我前天发的视频 都给我发来私信 安慰我 其实我们已经恢复出来了 已经一个多月了 而且我们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妹妹 并没有那么的悲痛 最主要是我们还很年轻 我们还一定会有孩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华晏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你跟他说 你说下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你就五岁了 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五岁了 我们下一次见面了 那时候弟弟向我 弟弟抱一下 弟弟向我抱抱 我妈说你不要欺负 还要抱抱 小家伙们分手的时候 路克斯用力过猛 逞能没撑好 一下摔倒小弟弟的头了 不过没事 路克斯下次知道了 路克斯下次已经不会再这样了 开吧好热呀 开先把车打开 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 没事了 你下次不要再抱小朋友了 知道吗 不要再抱了